第1017章 断臂 镇天般的龙吟在此时自天地相彻而起 那龙吟之中弥漫着一种极端可怕的力量波动 声波过处甚至连空间都是有些颤抖的迹象 无数道目光抬头 寻寂正正地望着那在天空中腾飞的道道青龙光纹 青龙伸展着庞大的神区 盘踞间苍近有力 青龙的龙鳞之下仿佛是蕴藏着可随山岳般的可怕力量 整整50道青龙光纹 那般力量波动无数人为之变色 这种力量竟然比周泽的万象天法更强 唐新莲的美目泛着恶然地望着天空 此时林栋周身所翻涌的强悍力量竟是远远地超越了周泽 那是林栋哥的杀手锏 据说是那远古的青龙王轻质地绝学 一旁的穆灵山大眼睛有些崇拜地看着 那在道道盘旋的青龙光影之中凌空而立的身影 自从认识以来 他从未见到过后者有过退缩的时候 他的心中仿佛有着无尽的自信 而也正是那种自信 令得他方才能够屡屡地在那平凡当中做出不平凡的事 这家伙 不远处周泽的眼神也是有些复杂 从汤信林那里他也是知道此次的计划 摩罗其实最为看重林栋 这令得他最开始心中略微有些不太舒服 毕竟不管怎样 他周泽在支罗摩海的名气 都远非最近才突然窜出来的林栋可比 虽说对于后者的种种事迹 他都是有所耳闻 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后者的实力能够将他超越 所以在得知摩罗将最后的筹码放在林栋身上时 他难免会感觉到不太舒服 但眼下这种情绪 却是在他复杂的心情中逐渐的消退 那在最后时刻挺身而出的青年 的确是正在用他的双手 并且接近全力的在逆转的局面 青龙奔腾林栋双目也是轻功凝聚 眼神异常凌烈的盯着远处的华晨 下一霎其脚尖猛的一点 天际的龙影呼啸 磅礴清光方若是洞穿了空间 以一种极端惊人的速度出现在了那华晨的前方 好快 土人奔略而来的林栋 也是令得那华晨眼瞳微缩 而且前者周身奔腾的五十道青龙光纹 也是令得他浑身皮肤 泛起阵阵四统 一起出手 黑炎疯狂地 自华晨体内抱涌而出 他刚欲立合 但玄机面色便是微变 因为他觉察到 此时代徐修 却是处于他后方的一个颇位遥远的距离 根本来不及同他一起出手 这家伙 先前那般惊人攻势 竟只是想要将我两人分离开吗 华晨目光闪烁 眼中惊涩更甚 哼 不过即便只有我一个人 要杀你也是一如反掌 华晨的眼中 很快地便是有着凶狠之色涌起 一声冷笑 身体之上黑炎急速涌动 而后汇聚向其掌心 大天罗 火魔掌 低沉的河声 突然自华晨嘴中传出 一股惊人的波动 也是在此时自其体内弥漫而开 旋即其手掌紧握 一拳轰出 华晨这一拳朴实无奇 但在拳出时 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 其周身的空间 竟都是在此时扭曲起来 黑炎在其拳上疯狂汇聚 一种可怕的破坏力散发出来 一招解决你 华晨眼中寒芒涌现 目光森森地望着 那在近在咫尺的轻弓人影 林洞眼中的轻弓 也是在此时猛地汇聚 面对着华晨如此凶猛的反扑攻势 他却是没有丝毫退避 手掌紧握 而后轰出 无视道青龙光闻在此时 齐齐嘶吼 旋即如同猛龙出海 尽数地汇聚向 林洞的拳头之上 青龙天左印 赫声响彻 清光暴涌 一道凝聚到极致的青龙掌印 猛地自灵动泉下成形 而后一拳洞穿虚空 直接是在那无数道坚骇的目光当中 狠狠地与那呼啸而来的黑眼拳风向撞 砰的一声 撞击的刹那 低沉的巨声 如同闷雷一弯 自天际回荡而开 再接着众人便是见到 一股青黑两色的龙卷风暴 突然自两人交碰之处成形 风暴疯狂地旋转着 那股散意而开的狂暴力量 直接是将一座飓风生生地震得 崩立而去 那些原本靠近战圈的强者 面色在此时巨变 急忙后退 生怕被牵连进去 那种青黑龙卷风暴 想来就算是死旋将大成的强者 被扯进去 都将会相当的凄惨 竟然对绑成这种地步 远处天空 徐修望着天空上的 青黑龙卷风暴 那菱形瞳孔中 略过些许凝重 林洞这一次的攻击 即便是他 都属法轻易消去 而就在无数道母公 汇聚下 那疯狂旋转的 青黑龙卷风暴时 那风暴的两侧 突然扭曲起来 循迹青光与黑炎 皆是喷射而出 青光黑炎喷出 而两道身影 也是猛着倒飞而出 各自即使在天空上 击碎了上千丈后 方才将身形吻下来 而伴随着 两道身影的飞出 不论是无量镜内外 几乎所有的母公 都是在第一时间 汇聚了过去 首先散去的是青光 而在那青光中 消瘦身影浮现出来 此时的林洞 双臂的衣袖 竟是被震成粉末 手臂这上鲜血滑下 而后滴答答地 落了下来 那 华尘 而在以前 目光为林洞 这副模样惊恶时 突然有着惊呼声响彻 旋即 一道的目光 急忙地转向了 另外一处天空 只见得那里的黑炎 也是曲曲地散去 包裹在其中的华尘 也是显露在了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中 而在华尘献出身来时 当即便是有着一些倒吸冷气的声音响起 此时的华尘上身近乎彻裸 一道道伤痕 从其双前出蔓延而上 最后 波及了他整个上半身 这般模样看上去相当的狼狈 当然 让他众人如此震动的 却并不仅仅只是华尘这番狼狈 而是此时的华尘一条右臂 竟是呈现一种扭曲之状 一种尖锐的骨刺 从其肩膀处刺了出来 血流滚滚 他的一条手臂 竟是在先前那种惊人的对碰中 生生被折断 竟然 断了华尘一只手 唐新莲 焦泽 甚至连那远处的徐修 眼瞳皆是在此刻 猛的一缩 旋即脸庞之上 有着一抹震动之色涌起来 谁也无法想象到 在这先前强势击败唐新莲的华尘 居然会在这种正面交手中 被林栋断去一臂 先前林栋一拳 竟是可怕到了这种程度吗 漫天寂静 林栋嘴中 惊喘了一口 有些粗重的细息 旋即 他双掌轻握 体内吞噬之力涌动 将那些 浸入体内的诡异黑炎 尽数地吞噬而去 才断了一臂吗 势力真是强啊 化解掉 浸入体内的劲力 林栋这才抬头 他望着华尘 那番狼狈的模样 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旋即一声轻叹 这华尘的实力 的确强大 没想到 他在催动了 五十道青龙光纹后 依然是未能将其斩杀 真是厉害啊 在林栋清探时 远处天空上的华尘 也是偏头望着 那只扭曲的手臂 他的眼盲在此时 疯狂地闪烁着 片刻后 眼神回归一种 令人心悸的默然 旋即他手掌伸出 抓向右臂 狠狠一扯 咔嚓一声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鲜血飞扬 然后所有人便是惊恐地见到 那华尘 竟是将他的这条手臂 生生地撕断 林栋望着脸庞上 所有情绪 都是开始收敛起来的华尘 双母也是微眯起来 这应该便是你最强的手朵了吧 华尘缓缓抬头 那漆黑的 仿佛没有焦距的瞳孔 盯着林栋 毫无情感的声音 在天空传开 徐秀 解开封印吧 我想杀了他 解开封印吧